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台湾的客家 说到客家,第一个会想到 客家小炒,客家板条,客家锥子 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客家委员会 因为你只想到你的胃 我看你是没吃过我们客家流民拳法 你确定还要在TTT上 this客家人很小气吗 还是以为客家的应景精神是这样 这样误会有点大 就让我来告诉你客家是什么 客家人可不是选举才出现 客家族群天空群台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台湾有超过453万个客家人 也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客家人 那要怎么分辨客家人呢 虽然有453万个客家人 但是我们本专只有3万个粉丝 剩下的450万客家人你在哪 拜托大家按赞订阅加分享 最早台湾客家族群从中国来台 十忘了带钱包 所以有了这首歌 在经过 后 如今客家人大军主要分布全台11个县市 其中以陶竹窑高平和花东为主 共有70个乡镇区的客家人口超过三成 客家大军主要有五种枪调 分别是四线枪 海陆枪 大骨枪 饶平枪 赵安枪 简称四海大平安 你在捷运上听到的 快变茶张 就是四线枪 453万人是指去有客家血源 且自我认同为客家人的人类门 猫科动物不算 客家枪不算 奏敌客家人也不算 现在之所以这么多人认同客家 愿意大声说出 是因为多年前的一场客家运动 从1946年开始 当时的政府大力推动说 国语运动 这项政策甚至演变成 228事件的导火线 客家化 宁南化 原著名语 全部不准用 只要你说自己语言 你就会被认定成没水准 不入流 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有一句客家谚语说 你卖祖宗田 若望祖宗言 若望祖宗言 吃亏在眼前 绝不是为 所以许多人开始跳出来 办杂志 办演讲 去游行 向政府提出三大诉求 推动客语教育 开放客语广播电视 修改广电法对方言的歧视 把台湾族群文化 应受到的尊重 全都要回来 全都要 了解 但从1946年开始 的错误政策 已经让许多台湾语言 瀕临灭绝 客语也在加护病房 理调有低 正在这个时候 台湾出现了全宇宙第一个专门负责客家文化的中央官方单位 客家委员会 目标是帮国家省钱 目标是传承客家文化 还有创新客家产品 你可能会说 这关你什么事 别忘了客家人 现在我们能在火车捷运上听见客语 能在电视上看到客语的节目 还可以到客装吃美食 参加捷庆活动 都是因为越来越多人 认同客家 愿意一起把客家文化传承下去 前人的努力 守住台湾民主多元的文化 以上的分享 希望各位大大队客家有PTT以外 更进一步的认识 班子C SAMON